真相在哪里 真相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广阳 欢迎收看今天的真相30分 俗话说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旦夕祸福 可对于在重庆市渝北区打工的杨红夫妻俩来说 这场货来得实在太快 太猝不及防了 还是瞬间按过去的时候 我已经把腕儿的 踩着屁股和他们把腕儿 孩子的奶奶向记者讲述了事发时的经过 2019年10月12号当天中午时分 她正带着两岁的孙儿亮亮在小区玩耍 亮亮行走在前边 她跟随其后 婆孙俩前后仅相隔几米 不料行驶之路口时 眼见右方一辆白色越野车急迟而来 奶奶还未来得及反应 说是迟那是快 越野车便将行走在前面的亮亮 撞倒碾波 事故发生后 肇事车辆立即掉头 送亮亮前往医院 宇北区教寻警兵分两路 一路为救护车开道紧急送医 另一路前往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通过对事故现场的勘查 重庆市公安局宇北区分局认定 两岁孩童亮亮在小区内跑动玩耍 秋某驾车进入小区后 在左转弯前为提前减速撂旺 疏忽大意应付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发后 亮亮父母赶紧打车赶到试儿童医院 此时亮亮已处于昏迷休克状态 面部发紫 头部 口鼻及全身多处可见伤痕 伴有活动性出血 CT提示 肋骨骨折 颅脑损伤 双肺挫伤 双侧膝胸等 生命危在担心 插管 止血 抗休克等一系列抢救措施 争分夺秒地开展着 抢救室外 孩子的母亲贪坐在地 痛哭不已 伤得很严重 和那个竹子医师马上出来说 医师说娃儿肺不能吃 复兴了 要和我们跟他上一个人工肺 他上那个机器一天的费用都是不完 看着医院下达的三张病危通知书 杨红和丈夫一边为儿子的情况担心 一边在为儿子后续的治疗费用担心 亮亮从急救室进入重症监护开始 短短两天时间已经花费数万 这令杨红夫妇感到非常绝望 因为亮亮是车祸入院 所以治疗还不能用医保 所有的治疗费用必须自己支付 万般无奈之下 夫妻俩选择了向社会求助 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水滴筹平台 为年轻两岁的儿子争取一线生机 希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儿子度过此次难关 很快亮亮的父母便在水滴筹上众筹到了五万七千元 但这笔钱跟治疗费用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亮亮家的生活也并不富裕 一家六口租住在一个六十平米的房子里 父母创业失败之后 负债累累 在亮亮出事之后 甚至还有债主要求把募捐到的钱用来还债 所以亮亮的命 首先是亲戚朋友第一轮无偿捐款延续下来的 然后是水滴筹的募捐就活过来的 亮亮的父母在水滴筹上众筹到五万七千余元 他们本想着这五万元可以坚持到保险理赔款下来 没想到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 却拒绝赔偿众筹平台垫付的五万七千余元医药费 保险公司这边意见就比较大 保险公司就觉得水滴筹这部分费用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兜里面掏钱掏出来的 获利行为就是不属于损失的 他也得到了五万八千元 用老百姓的话说他就赚了五万八千块钱 不能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交通受伤而获利的行为 它是一种民事责任的填补行为 我们认为这样 这把亮亮一家给气得不轻 他们认为保险拒赔捐款部分 这不等于社会爱心人士把钱捐给了保险公司吗 这个本身在法律上面没有一种直接的规定 这个像这种医疗费是通过手机筹 除了五万多块钱 究竟应该怎么进去 因为说白了 就五万多块钱是一种社会救济嘛 本身我其实也有两个观点 就是这五万多块钱是一种社会救济 这种相当于就对你们这个当时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应该五万多块钱从总结济量费那边应该出财 这个水的称号 因为那个甚至是社会人士 他先爱心捐给我们的 但是那个钱也有我们亲戚 因为亲戚给的员 婆家 娘家那边 都是因为看到我们发过一条老伙 自己都捐在哪里里 那个钱我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是你所应当的 协商不成 亮亮的家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一到告上了法庭 那么通过水滴筹筹得的治疗费用 真的不能在保险公司理赔吗 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从我们一出生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尊重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只要我有机会 我会继续查下去 我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 三年呐 我对你的戏人 你给我挥挥的是什么 这些钱 你必须收 我的命 是什么自己这么累的 谁要能把塔带揪下来 我说是什么都值得 前面我们讲到 2019年10月12号11点32分 邱某驾驶一白色越野车 在重庆市渝北某小区 将正在小区内 走动玩耍的亮亮 撞倒并压伤 经重庆市公安局 渝北区分局出警调查后 认定越野车驾驶人 邱某出入小区 为注意观察 且在车辆左转弯时 为减速慢行 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亮亮受伤后 随即被送到重庆市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 其伤在该院被诊断为 双肺挫伤 双侧血气胸 肋骨骨折 皮下机器 纵隔气肿 心肌损害 缺血缺氧性脑损伤 呼吸衰竭 湿带肠性 代谢性酸中毒 湿血性休克等等 这当中的每一项伤害 对于两岁的亮亮来说 都是其弱小脆弱的身躯所 不能承受之重 看着浑身插满仪器的孩子 亮亮的父母心如道交 2019年10月17号中午 昏迷了近五天的亮亮 终于被杨红唤醒 此时的杨红顾不得擦脸上的泪水 他牢牢抓住儿子的小手 生怕一撒手 亮亮会再昏迷过去 他突然想起 一位当医生的亲戚 曾跟他说过 即使孩子醒来 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颅脑受损 孩子原有的语言和行动能力 可能会大部分丧失 果然 醒来的儿子 已经不是那个能清楚 大声地叫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亮亮 他犹如一个新生儿子 连最简单的坐爬力都不会了 杨红费劲地将亮亮扶起 刚刚坐定 一撒手 他就倒下了 更可怕的是 亮亮像中风患者似的 说话嘟嘟囔囔的 除了他妈妈 谁都听不懂 亮亮住院41天 用去住院医疗费16万余元 肇事司机秋某驾驶的小型轿车 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 即含不计免赔的商业三折险100万元 并且这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 因此 在亮亮住院期间 保险公司垫付了12万元 亮亮父母通过水滴筹平台 筹得上款57000元 2019年12月13号 因偏瘫脑梗 脑损伤 及上呼吸道感染 亮亮病情恶化 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治疗37天 用去医疗费22000余元 对于孩子住院所产生的费用 及后续医疗费用的协商支付 肇事司机秋某认为 事故发生时 亮亮一个人在小区竹干到晚了 导致车祸受伤 其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秋某认为 亮亮的住院医疗费 以及将来的续医费 不应由自己全部承担 同时保险公司认为 亮亮医药费中 使用水滴筹支付的费用 也应扣除 本来我们可以自己委托 鉴定机构对商产进行鉴定的 但是我考虑到担心保险公司 我们自行委托鉴定以后 保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 这样时间就会更长 然后还有我们前期会 比如说电付的鉴定费用这些 会产生重复鉴定的一个过程 为了审去这一个过程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 起诉了法院来 让法院那边通过法定程序 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 简单重复的司法鉴定程序 不仅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 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而且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他提出 请法院通过法定程序 委托鉴定机构 对亮亮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它的伤情主要是集中在脑部 比如说有右侧 中枢性偏瘫 脑梗塞 缺血缺氧性脑损伤 通过我们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鉴定它构成了八级伤残 这个伤残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2021年6月9号 经法院委托 重庆法医验商所出具鉴定意见 一 亮亮的伤残等级属于八级 二 亮亮需要加强运动 语言及认知功能训练 半年至一年 费用需三万至五万元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关于案件的事实 赔偿的项目金额 发表了相应的意见 邱某在法庭上辩称 原告的法定监护人 在此次事故的过程中 没有见到一定的监护义务 因为他放任了亮亮这样一个两岁的幼童 在小区内四处走动玩耍 所以邱某认为 原告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就是家长应当意识到 这种主干道是随时可能有车来的 但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工作上 其实很多事故认定都会认定 家长作为监护人是有一定责任的 出事的时候 确实小孩只有一个人在路上玩 但是因为当时事故认定的时候 当时也急着救小孩 邱正奎这边就完全没有去 太过于争执 就是当时的一个事故认定的问题 然后事故认定当时 就以权责的形式下来之后 然后邱正奎当时也想的 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去救小孩 怎么去电子 这些就完全没有管 那个事故认定的一个问题 对此情况法官认为 事发后警方出警进行了勘查 调查意见认定 邱某夫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被告邱某对此有异议 但并未向法庭举事相反证据 所以对其此番辩称意见 不予采纳 没办法这种东西 对 法院肯定要看的是正题 而且本身当时那个负义期限法 的确实是简单你 就是负义期限的一个权力 但是你当时也没有去把握这个期限 所以最后肯定要以这个事故认定为准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被告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标准错误 伤者既是农村户口 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 这个小孩他是随着父母 在事故发生前 已经在城镇居住了一年以上 那么这种情况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以及事法实践 他是应当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的 保险公司认为 亮亮的父母在本案中 既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 因此应当扣除原告在水滴筹上 所筹集到的款项 至此本案的审理进入到了争议区 因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网络筹款这一部分 在理赔当中是可以直接扣除的 那么车祸保险理赔 跟公益筹款究竟有没有冲突呢 现实生活当中 保险公司已经赔过的人 还能不能参加水滴筹 这类公益筹款平台 在这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我们讲到2019年10月12号11点32分 邱某驾驶一白色越野车在重庆市渝北某小区 将正在小区内走动玩耍的亮亮撞到冰压商 评审过程中针对水滴筹支付的这一部分医疗费用 是否应当在赔偿金额中扣除这个问题 赵氏司机一方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这个本身在法律上面没有一个直接的规定说 这个像这种医疗费是通过水滴筹筹筹了五万多块钱 究竟应该怎么定性 因为本身据我所知啊 就像这种情况 水滴筹其实它是可以返还回去的 就如果说最后有人来赔了这个相应的赔偿部分 水滴筹这部分其实要返还回去的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一部分虽然说得到了社会救济 但是他其实也是遭遇了一个实际损失的 这部分实际损失不能说 单单就让这个这些爱情人士来颠覆 既然我们最后我们来给付给你了 然后你们这边其实是可以考虑 把这一部分返还给各位爱情人士的 本案中的主审法官陈小丹表示 这起案件的审理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在过程中 他们也多次召开了案情研讨的会议 水滴筹支付的5.7万余元是否应该进行抵扣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进行了一个很慎重的一个思考 也翻阅了一些法律的相关的规定 那么水滴筹所筹款项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呢 本案中究竟该不该返还或扣除这5万7千元网络捐款呢 要思考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那么车祸发生后 受害人找保险公司要钱是基于两个特殊的事实而去缩赔的 第一个是用车人或者是开车人或者是车主 对第三人有一个侵权行为 第三人应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进行赔偿 第二呢 为什么我们那个受害人不直接找侵权人陪 而叫保险公司要来 是因为这个侵权人与保险公司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合同 就是车辆当中的第三代责任险 不管是车辆险还是商业第三代责任险 那么基于这个第三代责任险 那么保险公司呢 弃这个侵权责任的还钱 这是为什么受害人可以找保险公司要钱的这个基础关系 而水利筹等供应性的捐助的供应性活动行为 它显然发生在这个供应性活动组织 或者供应性活动人之间 那个主体与这个受害人之间的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 这两个法律关系是不同的 所以说二角是不冲突的 曹教授介绍 筹款与理赔并不矛盾 保险理赔是保险人的责任 筹款是百姓间的相互帮助 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这个观点与本案的主审法官思考也较为一致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水利筹的筹款是不能代替邱某 应过错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的 原告家属在发起水利筹筹款的时候 大部分的筹款 其实是跟原告熟识的亲戚朋友的一个捐赠行为 那么我们相信 这些人在提供资金捐助的时候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救助原告 而不是为了减轻被告的侵权责任 法官认为水利筹是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资金帮助的一个网络筹款平台 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通过水利筹向原告家庭进行捐助 用于救助原告的伤情 他体现了一种互助有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在审理的暗示过程中 发现了这种体现了社会互助有爱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行为和精神 我们肯定是要进行保护和倡导的 这样的话就能使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能够落到实处 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了需要帮助的受害人 而不是用于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2021年9月18号 重庆市与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在交强险和商业三折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赔偿原告404762.16元 被告邱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赔偿原告240082.62元 到了判决出之后对两项意见还是持不同意见 或者认为判决有不当之处 主要体现在水滴筹的金额上未进行扣除 就是说医生原告通过水滴筹的方式获得了58000元 法院支持了 他的理由是认为他们是通过社会赠予的方式得到了这笔钱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 虽然是获得社会赠予得到了这笔钱 我们认为是原告自己没从包包里掏这个钱的 他没有损失的 他是通过一种救济的方式 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的 不应当再次进行主张 以审宣判后 两被告因不服判决结果 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基于这个车祸发生 事实上是一个意外伤害 它就可以到保险公司获得理赔 在参加了这个人生意外伤害险的这种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再参与这个水滴筹来 这个也是可以的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 那么在人生保险当中 是不适用这个损害填补原则的 所以说在人生伤害领域 你参加了多少保险 就可以完全从不同的保险当中 获得一赔 况且我们这个水滴筹来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 我们的保险法上的保险 所以说这个完全不充足 收到赔偿款后 亮亮的父母非常满意 陈小丹法官及其办案团队 为维护孩子权益所做出的努力 虽然事故无情 给孩子及家属带来伤痛 但法官的努力 让他们感受到 两级法院司法未明的温暖 特意送来这一面惊奇 回看这起案件 亮亮的遭遇令人心痛 希望无论是监护人 还是赵世芳 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避免被